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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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且如来真实义 前发展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妙法莲华经 第十六品如来受量品 上一次讲到了六百一十页 第五行 我们从第五行的经文 再把它念一遍 使我及众生聚出灵灸山 我使遇众生常在此不灭 以方便利固 现有灭不灭 那上礼拜是讲到这个六一领的第一行 众生既幸福 直直易柔软 一心遇见佛不自习生命 所以这个众生他已经有相当的善根 所以用这个直直易柔软 来说明 那因此呢 他想要见佛 甚至呢 不自习生命也一定要跟着佛来学 不过呢 你看他的第三行 他说呢 就算是这样 以佛眼观总是要于尽成小法则 而也就是呢 那个是佛视线灭度的众生 他得要看到佛是入灭了 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要跟佛学的心态伸出来 也就是609页这边讲的 这个见佛灭度广供养舍利 609页的最后一行 所以看到佛灭度了 然后广供养舍利 贤皆怀念 慕而生可养心 那这个时候有这样 对佛有信心了 想要见佛了 甚至不惜生命也要见佛 这时候佛才会再出现 因此第610的第三行才会说 这个还是呢 要于尽成小法则 佛视线这种一定要入灭 让众生能够生可养心 然后佛再出现 那如果呢 下面我们今天念的这个 使我及众生聚触灵鸠山 有这样子的善根 那佛呢就再度出现 所以这个第7行 他说巨触灵鸠山 就是从送前面再度现行 再度出现时间 那我是欲众生 这个就是开始说法 那他说长行里面呢 这个先证明一代所说 然后赤四出巧说之有 这两句 这个呢是前面593页 593页 你看593的 593的这个中间这个刻判 这个说法这边 第一是陈出正明一代所说 陈二是出巧说之有 这两段 那么再回到610 他说这个 常常文那边很长 这个地方的话呢 非常的简略 就是最重要就是这几句 常在此不灭 然后呢 以方便利固现有灭不灭 所以他说呢 这个就是前面的重点 这个常在此不灭 但送显时 只有从送前面讲到的显时 然后以方便利固现有灭 或者是不灭 这个是看众生的根气 实际上呢 所谓的显时 实际上就是呢 常在此不灭 那视线有灭不灭 是要看众生的根气 众生的根气够 那就视线不灭 众生的根气不够 就视线有灭 所以这个前面讲的 我时及众生 聚出灵旧山 这个就是呢 对那个善根不够的 视线入灭之后呢 这样慢慢的 他又想要见佛 又想要有学佛的姻缘 这时候佛才会跟着僧团 一起出现 那这时候出现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法阿金 佛就对我们说 实际上呢 佛成佛以来很久远 然后呢 即使我这边视线入灭 我也没有真的灭了 我只是呢 暂时离开 让你们能够生出 可养心出来 这样子 所以这样叫做 以方便利固 现有灭不灭 所以重点就在于 显时 实际的情形是什么 就是 常在此不灭 不但是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将来也如此 所以接下来 610夜的倒数 第六行这边的科判 你看宋未来 常行有二 首先呢 是名非灭唱灭 没有灭 但是呢 公开讲我要入灭了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释出为什么一定要 唱灭的意思 然后第一段 明非灭唱灭呢 再分两段 你看 初明 本时不灭 唱灭纯粹是方便 方便唱灭 也就是常常的次第是这样 可现在 现在接下来的重颂呢 就没有照这样的次第 没有照这样的次第 但意思都有了 所以他把它分成 这样子两段 先重颂 方便唱灭 兼重颂 为什么一定要唱灭意 唱灭就是公开表示要入灭了 然后第二呢 才是呢 重颂本时不灭 基本上就从来没有灭度 兼广是不见得见之有 不见得见之有 那我们看 他的这个祭颂 才会比较知道说 第二段为什么叫 兼解释 不见得见之有 那我们把经文念一念 610的最后三行 如果有众生 公敬信要者 我护于笔中 未说无上法 如等不闻辞 但为我灭度 我见诸众生 莫在于苦恶 莫在于苦恼 顾不畏现身 世界的众生有那种 这个善根成熟的 对佛 对佛法有恭敬 有信要的 所以佛就在那个地方出现 为他们说无上法 那因此在娑婆世界这边 就视线入灭了 因为他到他方世界去了 那因此 这为什么他要到他方世界去 在这边视线不见了 能入灭了 因为这个善根不够 所以接下来说 如等不闻辞 但为我灭度这半首祭 你看611的第一行这边 他说这两句赈颂唱灭 就是你们没有听到说 我是要到他方世界去 视线不见了 视线入灭了 然后你没有听到这个 就以为我真的入灭了 实际上是 我见诸众生 莫在于苦恼 顾不畏现身 令其身可阳 就是他说 这一个四句记 这四句就是从颂 为什么一定要 唱灭的本意 就在这里 颂世虚唱灭意 那最后两句 因其心恋目 乃出未说法 那这样子的话 唱灭为什么对众生有意呢 就是他就会生起可养心 恋目心 想要学佛 想说那佛如果再是多好 这时候他将来就有机缘 可以接受佛法 得逞未来 基因也 这就是为什么 佛要视线入灭的原因 在这里 因为圣根不够 那要让他感觉 没有佛 没有佛出现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要真心诚意的求佛 再出现事件 这时候佛呢 看到众生成熟了 圣根成熟了 那就愿意再出来 那实际上呢 都是视线的 不是真的入灭了 所以下面你看 他的科判就说 本是不灭 然后见广世不见得见之有 我们看一下他这边 神通力如是 与阿生其解 常在灵鸠山 急于住处 众生见洁净 大火所烧食 我持土安稳 天人常充满 圆林诸堂格 种种宝庄严 宝树多花果 众生所游乐 诸天及天谷 常作种寄乐 郁曼陀罗花 善佛其大众 所以你看他的解释 此赠颂 本时不灭也 也就是说 就在哪一句 众生见洁净 大火所烧食 我持土安稳 从来没有真的坏掉 我这一个佛土呢 一直是安稳的 不但是安稳的 里面呢 天人常充满 种种宝庄严 大家在这里面呢 众生所游乐 乃至天人 做种种的天乐 善花共佛等等 都还是 像净土的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佛的暴土 这就是佛的暴土 这就是佛的暴土 的样子 不过呢 注解里面呢 他并没有这样写 直接写暴土 所以他抓住那句重点 常在灵鸟山 急于诸住处 这两句 他说 常在灵鸟山 指的是本时应生 居于此土 灵鸟山就在我们 朔博世界 此土 急于诸住处 那就是呢 不是在朔博世界 是在他方国土 但是他还是用 本时应生 主词还是本时应生 前面常在灵鸟山 就是 这个本时应生 在朔博世界 然后呢 急诸住处 本时应生 骗时方 若敬若会 诸处也 既然都是本时应生 既在此诸处 鸡也不移 本没有动 鸡当然也没有动 但众生望见竭境 就是那句 众生见竭境 大火所烧时 那为什么会看到 好像的大火把 这个朔博世界烧坏呢 那是因为望见 望见 看到呢 沉住坏空 这国土坏掉了 但实际上 佛土本无生灭 我持土安稳 这就是 佛土 这个本无生灭 那因此呢 下面这个说法 是偶艺大师 他跳开 法华文句的讲法 他讲另外一种讲法 让我们一看 如此神奇 怎么说 你看 即此同居土 凡胜同居土 当下就是方便土 同居土 当下也是石暴土 当下也是 极光庙土 为什么呢 因为经文写的 我持土安稳 持土安稳便没有强调是暴土 一般注解 一般注解都说这个就是暴土 但是呢 偶艺大师说 没有 这边讲的是 同居土 不过 佛因为正道这种 安稳之法 是佛所正安稳之法 所以是佛自己说的 我 我的土 我持土 我的土 是安稳的 因为我所在的 佛所在的 就是长极光土 所以是佛能证这个土 是他自己的自受用暴土 我们众生看是凡胜同居土 可是佛他自己证得的 自己受用的是长极光土 然后天人常充满 这个天人 他说呢 就是用来表法 十地菩萨 是天 三十心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出地前的 这三十个卫士的菩萨 是他受用暴土 所以菩萨看到这个持土安稳 是看到是暴土 佛自己的是自受用暴土 菩萨看到的是他受用暴土 那接下来众生所游乐 那这个呢 就把这个众生范围扩大 不是只有菩萨而已 而是 生文言诀也算在这里头 所以变成就是方便有余土 九种方便众生之所居 那那个九种我们之前算过 包括这个藏通别缘里面 只要断这个见识祸的 包括阿罗汉匹之佛 包括不同的菩萨 只要断见识祸以上的 都算在里头 这样叫做九种方便众生之所 同居也 那下来 诸天及天谷 做祭月与花等等 那个描述的是 十报土中 俗地圣庙五成 可是如果是方便土呢 那这些说的就是方便土中的 真地法性五成 所以这些名词 用天台中的名词 真的不好懂 我们先看今天的讲义 他用本时印生 刚刚偶一大师他用本时印生 实际上本时印生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报生 这样会比较好看 那因此我这个地方引用法华经大臣 的另外一种讲法 这样会比较好懂 像偶一大师那个讲法 你看懂天台教理的人 看得懂 你如果不懂天台教理的人 你一下子是看不懂的 所以你看佛华经大臣 他说呢 这个课本经文写的 我常在灵鳩山 既然是常在灵鳩山 是常在 所以就像前面的 常在此不灭 那时候我们就说 那个常在此不灭 指的就是显石 所以石暴土所在 所以这边常在灵鳩山 指的就是石暴土 然后呢 急于住处 那就是其他的住处 石暴土之外的住处 他就解释成方便有余土 也就是上面的辟语 他离开这里到他国去 急上余国 就是离开这里到他国去 那个医生 所以这个讲暴土 是他受用土 可是如果是 据常在之言 那就是自受用土 所以偶一大师特别写的是 佛自己正的 我持土 所以是佛的自受用暴土 那当然就常在咯 可是如果下面有种种宝庄严 这样子的经文 强盗有宝庄严 有这一些像 庄严像 那这个就是他受用土 本时他受用土 也就是菩萨看到的 就是有庄严像的这种暴土 所谓的他受用 就是他报身所居 就是这些大菩萨们 报身所在的 叫实暴土 所以他是从事项上去讲 有这些庄严的事项 那为什么我会引用这一段来 跟偶一大师的注解 做配合 因为他这边有这句重点 他报是圣应身 也就是说 在他受用暴土 登地菩萨所看到的佛 那毕竟也算是应身 只不过就是呢 殊胜的应身 你说那有列应身吗 列应身就是阿罗汉披斯佛 所看到的佛身 所以在实暴土 他受用暴土 菩萨看到的佛身 是圣应身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是面对菩萨的根基 所示现的这个佛身 完全是配合菩萨根气 菩萨的根气 感得见到这样的佛的圣应身 所以因此为什么叫做 他受用暴身 那佛自己所感得的 这就是自受用暴身 因为他自己修因 所得的果报 那自己修所得的 叫长极光土 从理上去说 如果他受用暴身 是从事上面去说 他受用暴身 是自受用暴身 是智慧所证的那个理 所以这个法和经大臣 他就是特别讲到 他受用暴身 在实暴庄年土 菩萨们所看到的 那个佛也可以叫做圣应身 偶一大师就把他用成是本食应身 那你再看回课本 他的本食应身 你看 本食应身 如果藏在灵鳩山 他说呢 这个 这个就是 本食应身 居此土 那如果本食应身 到他土去 就是本食应身 遍他方 在佛那边 通通呢 就是为了要 印菩萨的根基 或是不同众生的根基 都是应身去印 所以 应身在哪里 那本在那里 鸡也就在那里 所以他就要说呢 本鸡在此处 在此处 在诸处 那鸡也就 在此处 在诸处 都没有离开 本跟鸡是不能分开的 但是 经文有一句 众生见 见捷径 大佛所烧 好像世界会坏掉 那是因为 我没有望见 在佛的角度 在佛的立场来说 佛土没有生命 没有说 成处坏空 是我们自己 有望见 所以才会有看到 有成处坏空 这样子的 业力的表现 所以 我们凡夫看到 佛土就变成 同居土 阿罗汉 批斯佛 段见识 或者菩萨 看到的土 就叫做方便土 登地菩萨 或是原教出著的菩萨 看到的就叫做 时报土 而佛自己 所受用的 就是长期光土 偶一大师 是从这个角度 那法尔经大臣呢 就不从这个角度 而是呢 真的就分开 有同居土 有方便土 有时报土 有长期光土 那就算用到这种 时报土的这些 种种宝庄严 宝树 宝树 天人及天谷 这个从事项上去描述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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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土 报土 可是佛自己所住的 就是持土安稳的 长期光土 所以 两边是这样子配合 那 比较难懂的就是呢 最后这一句 天古济月及天月等 天花等 天古济月及天花等 及时报土中 时报土中 孰地圣妙五成 可是如果是在方便土中 叫做真地的法性五成 同样是五成 一个在时报土就叫做孰地圣妙五成 同样是五成 在方便土中就叫做真地法性五成 那为什么呢 来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在第一页的最后一段 孰地圣妙 真地法性 墨学引用另外一个 阿弥陀经要解辩蒙超 这边的文字 如果你了解了这一段文字 你再看回课本这两句话 你就懂了 药节里面呢 他假设了一个问答 他说呢 长极光土刚刚讲的 为理性 就是理性 那应该没有那种 事项上的庄严 为什么你前面解释说 长极光土也有这样子的 事项上的庄严 偶一大师回答说 一一庄严四项 这些庄严四项 当下全体就是真如理性 没有离开理体 另有这些庄严的四项 每一个庄严四项 当下就都是理性的全体 所现出来的 所以反过来说 一一理性都具足无量无边的庄严 你必须要这样子去看 事跟理 庄严相跟这个极光理 理性 是事理不二的 理事不二的 这才是诸佛的 就近依报的果报 佛所证得的依报的果报 是这种 事理不二的 这个理体跟庄严相 是不二的 如果他所证得 佛所证得的长极光土 不具圣妙五成 那何以偏真法性 就跟阿罗汉证得偏真空性 然后就住那个无余涅槃里面 空空荡荡的 什么庄严都没有 那不就一样了吗 跟阿罗汉的偏真法性 无余涅槃不就一样了吗 所以佛的极光土 你不要误会 讲理里面就空空荡荡的 不是这样的理解 而是理事不二 事理通通不二 那这样才叫真正的长极光土 所以这个是要解 那辩蒙超呢 他就多一些解释 恐人不达极光乃极势之理 而若偏见 设此问答以遮破 破除这种错误的认知 很多人学了天台 就认定了那个长极光里面 就是极嘛极灭嘛 空空荡荡的 只是一片光明而已 那偶遗大师就怕这个 所以用这样问答 所以不但如此 极光源不在山土外 也不在山土内 为什么 极光本无所在 而是山土的离体 当下就是 所以 长极光的离体 开展出来 可以是方便土 可以是时暴土 可以是同居土 但看众生的业力 跟这个离体 感应到的是什么 随心应量 随众生心应所之量 像我们凡夫 因为见识后都还在 所感得的 所看到的就是 同居土 凡胜同居土 阿罗汉以上 断建事后看到的 就是方便土 登地菩萨 圆教出住 以上的菩萨 感得的就是 时暴土 但是不管看到的 时暴土 方便土 这个凡胜同居土 当下都是极光离体 所以前面那两句 极光不在山土外 也不在山土内 为什么 如果有在山土内 那就是还有所在 在一就不在其他两个 在其中一个就不在其他两个 所以绝对不可以 在山土内 那也没有离开山土外 这个佛法难懂的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他无所不在 所以达云 一一庄严 全体极光理性 一一理性 具足山土庄严 在引用经文说 诸佛住处 明藏极光 若愿如来分上 全山土而成极光 不管佛在哪一土 那一土就叫长极光土 这样叫做全山土而成极光 可是从众生分上来说 全极光而成山土 看自己的业力 感得的是什么 知识业之差别 何观土有高相 所以人民但见同居 人民就是一般的凡夫 没有断见思或的凡夫 只见到同居 不见上山土 生文但见下恶 不见上恶 就是他可以看到方便土 也看到同居土 但是他看不到十八土 跟长极光土 菩萨见下山 分见极光 因为他已经破一分无明了 所以部分见得 见到长极光土 见到部分 不是圆满 只有佛 圆见是土 所以后面这一句就补充说明刚刚说的 极光若在山土圣庙庄严外 与小生的偏真法性有何差别呢 所以不可以误会长极光土里面空空荡荡的 只是一片光明 不是 所以因此你了解这一段之后呢 配合课本的 我这边的文字就补充说明这样 十暴土里面 一级三 三级一 从四象 缘起四象的俗地去讲 有这些庄严的像 可是庄严的四象的俗地 没有离开中地真地 所以这样子的五成庄严像 就叫做圣庙五成 因为他既是俗地 又是中地也是真地 因此才用圣庙五成 可是如果是方便土 他没有见到中道 没有真正正得中道第一地 他只正得空性而已 但是从究竟来说 他的这个空性真地 还是没有离开中地俗地 所以还是用法性 用法性五成 只不过呢 方便土中的这些 僧文阿罗汉匹之佛 没有办法从空性里面看到 极中极俗 而大菩萨跟佛 他是可以看到 方便土中的这些五成 是空性 但是也是中地 也是俗地 所以极是法性五成 所以用词不一样 要表达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这两行的解释 主要都还是从原教的立场 去解释一极三 十报图里面 俗地 极中极真 用圣庙 方便图里面 真地 极中极俗 用法性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比较难懂的这一部分 回到课本 611的最后两行 经文记送 我净土不毁 你看我净土 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 制作用暴土 残疾光土 他是不会被烧毁的 而众箭烧尽 忧不诸苦恼 如是稀收满 那是众生所看到的 世界有沉住坏空 所以这些众生是诸罪众生 以恶业因缘 过阿僧席节 不闻三宝明 翻过来612 翻过来说 诸有修功德 柔和直直者 则皆见我身 在此而说法 所以你看这个612的第一行 他说前面那两行的经文 是解释不见的理由 因为是恶业的众生 由于恶业罪 所以极光时报 方便三种净土 本来皆细不悔 不是只有佛的制作用暴土 或者是极光土 连时报土方便土 也没有沉住坏空 只有凡身同居徒有 恶业因缘 妄见烧尽 再比众生 则是同分妄见 但是以佛菩萨观之 还是别业妄见而已 这两句话待会解释 总之就是 因为有恶业的因缘 有妄见的关系 就看到世界有沉住坏空 扫尽了 下面这一段 有修功德 柔和支持者 那为什么能够看到 没有烧毁的净土 所以你看他的注解说 这一段就解释 为什么可以见到 得见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有修功德 有修这个原因了因 这两个 那有修原因了因 这两个是哪里 就是我们前面在603页 你翻一下603页那边 那边不是在注解 多诸子习 有三种佛子 正因佛子 原因佛子 了因佛子 尤其是原因佛子 了因佛子 是真的有文法 有修道的 才能够叫佛子 那如果正因佛子 有没有修道 都可以叫佛子 所以回到612这边 才会说 这边讲有修功德的 就是如同前面讲的是 有修了因的 有修原因的 这样子 那诸有修功德 这个诸字 那叫骗子三圣全实 原修及真修的佛弟子 那原修真修 我们待会去看 也就是说 起码都真的有修 有修借定会三无漏学 那么或者是有修功德的 那因此他这个地方呢 就配合经文 功德是如来事 什么是如来事 大慈悲心 佛的大慈悲心 那柔和是如来依 那柔和忍入依 有修柔和忍入的 那这个直直是如来做 什么是如来做 一切法空做 大慈悲心事 大慈悲心事 柔和忍入依 一切法空做 这个就是 这个他说的 有修功德 柔和直直者 那也就是呢 有修这三法 那修到相似及 叫做相似三法行程 修到相似及是什么 原教实性位 原教实性位 那就见到如来的 方便印身 方便图里面的印身 如果你正到分正及 你修这三法 修到分正及 则见如来的实报的报身 那如果你再往上提升 修到究竟及 这三法修成功了 究竟及 则见如来的极光法身 所以不管是方便图 实报图 极光图 那都看到佛呢 见我身 在此而说法 此土不悔 都在那里边 常住不灭 在那边说法 所以这个就是呢 他要说明的 可以得见福 常在不灭 就是因为你有修原音了音 那也有修这三法 那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去解释 刚刚讲的那个 同分望见 别业望见 在612的第二行 他说呢 众生因为有同分望见 所以以为这个国土烧坏了 可是就菩萨来说 那个是你个人的别业望见 不尽然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 所以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这个是嫩言经的第二卷 用到这个 同分望见 别业望见 所以在佛学词典里面 讲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解释 这个地方呢 应该用的就是佛光大词典吧 对 那么 别业望见是什么 众生迷失真性 之后自己起望见 见到有一切虚妄的境界 不管是苦啊 乐啊 那你说获苦获的是什么意思 不但是人间的 包括六道 天界都算在这里头 所以这是你自己起望见 你看到了这些虚妄境界 都把它当成真的有 叫做见有 实际上呢 都是缘起性空的 空性的 若人不失本真 急不见有虚妄境界 你就不会把这些东西 当认真 当实有 如同得眼急者 夜见灯光 别有圆影 五色重叠 无眼急者 则不见灯 别有圆影 所以是眼睛有毛病的 自己看灯才会有圆影 常常有人会有同样类似的问题 我都有在念佛 我有在拜佛 我有在拜灿 可是我怎么都还是会有这种 幻听幻觉的现象 怎么办 他没有用这个名词 他没有用幻觉幻听 是我后来跟他讲说 这个在病理学上面就叫做幻觉幻听 他说我都会有听到声音 我说你那个声音 是不是隔壁有人在讲话 有人在播放 他说没有 我们附近都没有住人 楼上楼下没有人 类似像这个 可是就 我有听到人家在讲话 跟我讲话 那我说 你把它当真的有 可是你认为那个声音从哪里来 他说我不知道 我很苦恼 我说这个就是在精神病上面 就叫做幻听幻觉 那既然它就叫做幻听幻觉 是幻的 是虚幻的 就不是实有的 不是实有的 你把它当实有 造成你自己的困扰 所以嫩眼睛讲的就是这种批语 是自己眼睛有毛病 同样看的灯光 灯光旁边有圆影 你说有时候我们眼睛 有所谓的闪光 有所谓的非纹症 清光烈 的确也有这种状况 就是因为眼睛有毛病了 才会有这种现象 正常的眼睛 没有生病的眼睛是没有这些的 所以那个眼睛就用这个做批语 所以这些东西会出来 是眼睛有毛病 我们看到这些虚幻境界 把它当实有 是我们有别业望见 我们有望见 没有这方面毛病的众生 就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为什么叫做别业 那同分望见的话 是指诸众生 你看他这边用的是诸众生 而这边是指指说呢 自己看到 而这边是大家一起看到 同见一切虚妄境界 同受苦乐 同业所感 如一国之人 大家都看到这些 障恶不祥之事 所以这样叫做同分望见 所以有人这样解释 那别业望见 就是讲的是自己的正报 这个同分望见 讲的就是环境一报 不 不是这样 不能这样解释 同分望见跟别业望见 不是这样解释 所以墨学特别引用 这个焦工法师的正麦书的这一段 供各位做参考 他先讲正常的境界 唯心境界 一切都唯心 即尽十方唯我一心 本无亲疏远近之分 现在经为见望所迷 不能同佛全体助持 全体受用 因此就会造成怎么样 有见其自所住持 现得受用 而为亲近之境 这就是别望见 有见其他所住持 非己受用 而为疏远之境 这就是同分望见造成的 但是你认为 比较亲近自己现在住持 自己现在受用的 其实不是获献 更坚 业系 是你自己的业 把它成就出来的 跟你的业绑 紧紧绑在一起的 所以 至业发明 还至取着 非心外使有与他共住之处 故曰别业望见 特别就是因为颠倒分别 望见其心外有与他共住的地方 那都不是真实的 你注意看 虽然是亲近的 还是自己的业力所遭感的 可是你 你自己的业力遭感 你自己取着他 你并不是说 没有与他共住之处 不是 不是没有 但现在别业望见 不是讲这个 说心外使有与他共住之处 这是亲近的 那疏远的 就不是业细 不是你自己的业力 绑在一起 但有获献 所以 别业望见是 获献又加上业细 同分望见 只是获献 没有业细 与众同或 还同众见 非心外使有 与己无甘之境 注意看这边 与己无甘之境 而前面 别业望见是 有 跟自己有关的 跟众生有关 跟自己有关的 所以 别业望见 特别讲的是 跟自己有关的 然后你同分望见 就认为 那些东西 跟自己 没有关系的 所以 光虎里面 也是 由颠倒分别 望见 其心外 使有 予己无甘 的这些 境界 难道 真的使有吗 都不是 所以 这个就是 正脉书在解释 别业跟同分不同 他说 当之 此与旧说不同 旧说呢 说 别约约一人 同分约多人 不是 全部都是 自己 为心 所献出来的 经文 嫩言经经文 特别对着 阿南一个人 去说 从阿南的 一心 兼具此 两种望见 只是说 一个是 业别 别见 一个是 或同 同见 分开 所以 别业望见 跟自己的业有关 也跟自己的 或有关 同分望见 只有是 自己的或 跟自己的业没关 所以从阿南 利同一切众生 人人皆 具此 两种望见 方为尽力 这是正脉书 执掌书呢 在补充说明 执掌书 他说跟灌顶书一样 灌顶书 引用 于学士理论 指三千四戒 是众生 共业所感 贵贱人畜 相依而住 叫做同分 这个是 于学士理论 讲的是 共业所感的 依报环境 是同分 但是 嫩言经 执掌书说 嫩言经 不是只有 依报 包括 正报 不是只有 此戒 包括 十方 都是同分 所以以 后文 名言 诸有 漏国 及诸众生 于此 不了 违心 只为 十有 就是望见 这是讲 同分 望见 不是只有 讲你所在的 一报 还包括 正报 不是只有 苏波事件 包括 十方事件 都是我们的望见 看出来的 认为 实有的 那如果是 别业望见 是别业的 禁 如果 灌顶书影 于学士理论 就是指的是 正报 众生 自身 以是 各随 己业 贵贱 苦乐 不同 非走 灵甲 类别 叫做别业 金金 嫩言金 那就 跟于学士理论 不一样 不为 根深 不是只有 自己的 正报根深 也包括 气贱 不为 身之所到 也包括 木之所及 只要跟自己 亲近有关的 就像 正脉书讲的 跟自己的业 有关的 不是只有正报 也包括 气势间的 一报 六根 所感 感得的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为什么 因为后面的经文 名言说 以木 关键 三合 国土 及诸 众生 而在这个理 不知道说 都是为业所感 直为 时有 所以这样叫做 别业 妄见 大理来说 别业 妄见 所看到的 境界 比较 约 现在 因为是 你的业力 所遭感 现在 依止 受用 各有分歧 之不容 混乱 同分 妄见的话 范围就宽了 不是只有 现在 也包括 过去跟未来 因为纯粹是 祸 所限的 今虽不得 依止 不得受用 过去未来 一定有分 不是 其中的一两个众生 所能够 私下受用的 所以这段 为什么用这么多 就让大家了解 真的 你要去了解 这个同分 妄见 别业妄见 不是像有的 注解 写的这么 单纯 别业就是 你个人的 同分 就是指 众生的 别业就是 是指你自己的正报 同分是指一报 愣严金讲的 没有这么单纯 所以我把这两个论 这个政派书跟执掌书 这把他拉出来 等于我们读过愣严金注解的 同时 顾书一下 没读过了 从这边 你就可以多了解一点 可能你第一次看到 你会不太熟悉 但是呢 你会落一个印象 就什么印象 我强调的 别业不是指你一个人 同分不是指所有的众生 而是怎么样 别业是自己的无名祸 现出来的 然后又跟你的树叶有关的 包括你的 你的正报 你的一报都算 跟你自己比较亲近的 别业望见所看到的 如果同分望见的话 纯粹就是你的无名 所感得的 那不是只有指这一生的 所看到 所经历到的 也包括过去未来 只要是你无名或没段 都有可能 以后你都会出现 因为我们都有望见 望见是什么 不了为心 不了为业 只为时有 那就叫做望见 所以刻板这边 用这个的话 你看回到612的第二行 我们会看到 凡圣同居主的 陈出坏空 我们众生是因为 有同分望见 看到这个世界烧毁了 但是从佛菩萨的观点来看 那不但是同分望见 还是跟你自己的业 别业望见有关 你以为是 大家都是这样 只是同分 但是呢 在大菩萨而言 在佛而言 那不是只有同分的 祸献出来的 也跟你自己的业有相关 才会献出这样的境界 所以也还是别业望见 是这样去解释这个 那再来解释那个 这个元修真修这个 612的这个第四行 诸有修功德 骗子三圣全时元修及真修 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解释过 这个名词 只不过呢 再复习一下 再复习一下 上礼拜讲义 上礼拜讲义的最后一段 第二页最后一段 什么叫做真修 不假作义 却能够与离体相运 任运而修真修 也就是说 你所修行 都一定跟你的真如离体相运 不需要作义 你就都能够依得你真如离体而修 但是如果有作义 那就叫做元修 虽然你依得真如离 还是依得真如离 但是呢 你要作义 不像前面 不需要作义 可以相应任运 这里不是 元修不是要有作 要起心有作 所以 这个我们刚开始凡夫 当然一定是先从元修来 所以先有元修做方便 后面才会有真修 这些名字本来是地论师 实地论师用的 那么天台大师智者呢 就把它简单的说 你真旺还是相隔 你还需要破九戒 才能够显佛戒 这种修行就叫做元修 真旺已经相容了 容真旺 绝破显 不再要破九戒 才显佛戒的 那才是真修 后面这段话 专门针对那种华言中的思想 你还要破九戒 破十戒 才能够显一真法戒 在天台来说 这个都叫做元修 那如果用天台本身 葬通别人来说 不要说葬教 通教别教 两教是元修 你说那葬教呢 葬教为什么连元修都称不上 因为他没有依中道真理 他依的只是偏空法性 所以葬教连元修都没得说 通教起码 有一些立根的还可以真的 依的这个中道 所以还可以叫做元修 那别教更是 那元教才真正叫做真修 所以如果用位次来判 你要别教叫真修 必须要出地以上 出地以前都叫元修 那元教就是出住 出住做标准 出住以前是元修 出住以上才是真修 所以别出地元出住以上才是真修 那元教出住以前是相似级 实性为元修 分正级出住以上才是真修 所以回到课本这边呢 他说不管是元修是真修 是元修是真修 通通通通都叫做 诸有修功德 柔和直直者 才能够进入方便土 实报土 长极光土 才能够看到佛 常住不灭而说法 这样子 所以你对于这样的天台的教理 你就发现南传的佛教法门 不讲这一些东西 他不讲这些东西 他只讲我们现在是依据 佛的五分法身在修行 佛的五分法身 特别强调是法身 所以就是这个教法 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 他只留下这些教法 来提供我们修行 所以你看他这个说法 在天台来说 这就是不见佛的这种 常住不灭的 不管是方便土 是暴土 是长极光土 这种佛身 他都不见了 他都认为都已经入灭了 所以法华经就是特别针对这个 要让这些众生 升起很想要见佛 通过这样好好修行 将来佛再出现的时候 我就可以好好跟着佛修行 就是这样子 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 或时未此众 说佛受无量 久乃见佛者 未说佛难直 所以这边是总结 前面众生有见佛常住 有不见佛常住 如果有见佛常住的 就为这些众生说佛受无量 如果没有办法见到佛 常住不灭的 会看到佛有入灭的 久乃见佛者 就为他说 很不容易看到佛 要好好把握 所以因为是众生的根气不一样 善根不一样 故事如来所说不同 意显说衰不同 皆实不虚 因为都是针对那种根气的众生 必须要说这样子的话 在佛那边来说 都是真实不虚 所以如果已经是在学南传了 从来没看过这个法华经的 或许有机缘的话 劝他是不是先放下自己内心的成见 读一下整部妙法莲花经给读完 如果他愿意把妙法莲花经全部读完 或许他就可以改变观念 如果他素式的善根不足 他看到第二瓶 他就看不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有道友是学南传的 没接触过大圣的 你试试看他的善根够不够 就是提供他 问他愿不愿意把法华经读完 这样测试他一下 如果他可以耐着性子把法华经读完 代表他素式有这方面的善根 起码他会耐着性子把它读完 如果他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善根的话 他读不下去 他读不完 这是跟你讲实话 好 这个是 这边 再来总结不需 612的倒数 第四行 我自立如是 慧光照无量 寿命无数节 久修夜所得 如等有智者 勿于此生疑 你要把这个疑给断掉 当断令永静 让你内心一点都没有疑惑 佛语时不需 佛讲的话绝对不会是虚妄的 那因此有智者 不要对这件事情生疑哪一件事情 佛受命无数节 佛的报身受命无数节 因为是久修夜所得 所以你看他的注解 他说第一首祭诵是从从诸佛如来 法皆如是 我自立如是 诸佛的智力也如是 所以他后面再解释就是说 常文引诸佛以证我 经济诵是用我的智力 我证得这样的智慧 来证明诸佛都是这样 你说那个常寒文 引诸佛以证我 是哪里 你分到599页 最后两行 的经文 有上男子 诸佛如来 法皆如是 位度众生 皆实不虚 就是这里 这里是诸佛如来 都是这样 来证明我世家如来 也是如此 所以 所以回到612的导数第二行 才会说 前面是以诸佛来证我 这边是用我来证诸佛 因为我智力如是 我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我如此 十方诸佛也都如此 佛语都实不虚 都是正得 报生之后 寿命无数节 都是久修夜所成 所以他 他这一个612最后 两行最后一句话 久修夜所成 正显此品 所诠释的如来 寿量 是修得的 不是从信德去讲 如果从信德去讲 无始无终 众生跟佛 在这个法身的 这个佛性上头 是一样的 都是无始无终 可是修得的话 佛所修得的报生 那就有始无终 而且每一尊佛 都是这样 佛佛道同 为其有始 就是要透过修行 才能够证得这个报生 所以报生 有一个开始 可是什么时候证得的 过去十成 有久有近 可是我释迦牟尼佛 已经证得成佛的报生 很久了 前头就一直在讲这个 有的佛才成佛没多久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于今时节 我释迦牟尼佛称佛以来 已经很久了 所以才说呢 过去十成 有久有近 为其无终 故近未来时 常住不灭 所以前面讲 我常在此不灭 讲的就是未来 无终 未来无终 后面一首记 就是如等有智者 就是真的有智慧的 你对佛这段话 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佛讲的都是实话 都是为了帮助众生 度众生 为度众生 结实不虚 所以 结劝 就是 结语就是要劝我们 真的有智慧的 你不可以有怀疑 认为 好像佛最 这个 人间佛陀 这一生才成佛 然后已经入灭了 不要有这样的 进城 之宜 最近才成佛 这一生才成佛 然后已经入灭了 不要有这样的疑惑 一定要把这个疑惑 给断除 好 那么接下来 六一三 如一善方便 为智狂子固 实在而言死 无能说虚妄 就用前面的批语 他没有死 只是先离开 到他方世界去 为什么 为了要对峙 这个狂子 希望这个 有病的儿子 能够呢 愿意吃药 明明还没有死 而说死 所以他说呢 这前面三句 但是重颂 非灭 现灭 这一个意思 极显 三世 异物的方便 又显 显 灭 实非灭 灭 不是真的灭 过去九远 早就成佛 未来常住 这两件事情 结实不虚 结实不虚 所以 这个 你看到610 610第八行 常在此不灭 这一句 就这个 但送显时 重点就在这里 常在不灭 所以你回到613 未来常住 过去九成 尤其是未来常住 对不起 我这边拉一下 未来常住 都是真实的 为什么摩学要强调这一句 也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 真的没有入灭 自从成佛 成就报身之后 到目前为止 到以后 常住不灭 常在此不灭 那我们为什么要看到 刚说了 我们有别业妄见 我们有同分妄见 我们有妄见 所以我们看到佛入灭 是这个原因 所以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 这就是这一品 要强调的 刚刚那个天人常 看到今天的讲义 我把参考讲义给 都省略掉了 这个611的倒数第五行 这边天人常充满 这句话 那么摩学引用到 这个是法院议林章 亏计大师的 亏计大师这边 他说自受用土 周遍法界无处不有 包括暴土也是 也是周遍法界无处不有 不可说言离三界处 或者是集三界处 也就是说没有离开三界 但也不是就在三界 因为三界是生死轮回的 若他受用土 或在社界近居天上 或西方极乐世界等 处所不定 所以自受用土 骗自十方 周遍法界 他受用土 那就是暴身 有时候是说 就在社界近居天 有时候说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法华经也这么写的 众生贱 大火所烧死 我持土安稳 天人常充满 实地所见的是暴土 地前所见的是化土 这是愧极大师写的 所以都是随众生而现 何得定方别止一处呢 那欲令众生起圣信心 别止处所 实际上呢 随心近处及近土处 那化土必随三界处所 也就是说如果是讲化土 那就是看哪边有缘 就视线 视线给那个众生 来看 所以这个 是法院易林章 亏极大师的解释 然后呢 这个 所权如来受量 我这边为什么是611呢 我自立如是 这个我叶数写错了 是612 是612 612 正显持品 所权如来受量 这个612 最后一行 文句里面 它是这样写的 我自立如是 久修夜所得 会光照无量 寿命无数节 这是全量 报生如来自会命 你看报生如来 修所得的 久修夜所得 所以这是 报生如来的自会命 那么 庙宗超也是写 为什么讲报生 仇报 透过修行的因 感得微妙的果报 所以那个果报是 仇那个因 有那个因而感得这种果报 所以为什么叫做 报生 是久修夜所得 所以法和经的这句 就是指这个 而且还加一个 会光照无量 所以报生 常常会跟智慧放在一起 法和经的这一个 久修夜所得的报生 强调的是智德 那如果是涅槃经 强调的是断德 断无名 所感得的果报 但不论如何 不管是讲智德 或是讲断德 通通都是一种果德 仇达修音 所以它叫做报生 所以墨学引用这段 只是要去解释 这个报生 如来受量 讲的就是 报生 佛 是一种果报 所以配合 那个久修夜所得来 好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 讲的就是这个 三世异物 墨学斯强调说 未来常住 不过呢 吉障大师在法华玄论这边讲 他说这本法华经 有十种不可思议 第一 画组不可思议 不是其他经典所有的 第十 总共列居十点 那我所要的就是第十点 开尽弦缘 荣慧真印 无方大用 三世异物 过去 现在 未来都能够利益众生 尤其是开尽弦演这一段 这个是 余教不明 此今独有 所以 生不失意 生口意的生 另外一段 也是一样法华论 经开尽弦演 依据有种别恶意 建宝塔品 讲的是诸佛的本机 可是如果是如来受量品 建宝塔品是十一品 如来受量品 第十六品 特别讲的是 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跟报身 建宝塔品 只有讲法身 受量品 有讲法身跟讲报身 建宝塔品 殖民法身 受量品 广适疑难 包括我们众生 对佛这种 常住不灭的这些问题 通通通叫我们要把这个仪 给拿掉 再来 钱 但民法身 就是建宝塔品 只讲法身 没有讲三世 异物之用 只有如来受量品 广民 三世 异物 过去现在 未来 那未来为什么还可以 利益众生 因为未来常住不灭 诸佛随凡俗 随俗凡有两种 一者生 二者命 如果建宝塔品 只是在讲 那个生 法身常住 如来受量品 才特别讲到是 如来的受命 同太虚空 等同好像不生不灭一样 建宝塔品 强调 无生 无灭的法身 如来受量品 讲 无始 无终 什么意思 阿异多 都还不认识阿异多 就迷了不上 都不上说 释迦牟尼佛成佛 已经这么久了 然后 补触 其策 其中 也就是 一生补触 也不知道 原来 佛将来 也都 常住 不灭 这个是 吉障大师的 法华 宣论 法经大臣 也有这段话 开师门之禁机 显佛地之原本 法会大众 物德 疲如信海 佛地原本 三世 异物 法身 常住 画 画 不穷 三世 异物 画 画不穷 无古 无精 空前 以前 未为始 尽未来 既游未终 才极尽穷援 所以 这一整段 从第十三品 劝辞品 一直到第十六品 整个就是 悟佛之见 开释悟入 那个悟佛之见 这个法经大臣 特别引用这段说 这个 第十六品 如果你懂了 整个从十三品 到这里 十六品 真的就是 悟入佛之之见 悟佛之见 下面还有个 入佛之见 但是 起码 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这四品 有互相连结的关系 好 所以 这个呢 是先 看到这个注解 我们再看课本 中间这里 我意为 似乎 救诸 苦患者 为凡夫颠倒 实在 而延灭 以常见 我故 而生 交致心 晃逸 走五欲 堕于 二道中 所以 他说 这个是总颂 为什么一定要 非灭 羡灭 兼颂 不灭 就有损 所以 唱 灭 是方便 你看 这个 这个佛 出现在世间 是众生的 这个父亲 可以来救苦患 但是呢 凡夫颠倒 明明佛都没有灭 而不得不 一定要唱灭 为什么 为要 为这一类的众生 唱灭呢 因为 常见 我故 就生 交致心 就放 亦 佐五欲 堕于 二道中 所以不得不 实在 而延 灭 为了要帮助 这些众生 那 接下来 我常知众生 行道 不行道 佛有这样的智慧 谁所应可度 未说种种法 看众生 需要什么样的因缘 什么样的教法 才能够得度 佛都可以 这样来 适当的教我们 每自作事意 以和令众生 得入无上会 速成就佛生 所以他常常都用他的智慧 要去了解 什么样才能够让众生 得入无上会 速成就佛生 所以有些众生不得已 一定要让他看不到佛 以为佛已经入灭了 所以你看他的注解 此证送和总结不虚 由良一之方便 致止并言 所以这是总结 那么注解里面 总结不虚 法华经这一段话 他说 这一行 最后这一行 这个 送和不虚 开山显一 开静显远 目的都合在 开山圣 显一圣 然后开静显远 都为了要让众生 速入佛道 所以此事 必得不虚妄 通通都是真实的 所以 结语的时候 才告诉你 这些都是 不得已的方便 可是这里面 最后一行 有一个措置 六一三页的 最后一行 有一个措置 出正开静显远 静 这个静 不是这个静 而是哪一个静 结束那个静 要改这个静 这一段 到这里结束了 整品 如来受量品 结束了 所以要跟这个静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措置 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我要引用 那一法文句 就是从前面 一直到这里来 从开胜 开山显一 到这个如来受量品 这边 开静显远 都是佛的方便 都是像经文写的 他每做事意 佛都一直在想 用什么办法 能够让众生 得入无上会 述成就佛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佛说极乐世界 净土法门 让我们能够往生 也可以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就是第十六品 那接着第十七品 你翻过来六一四页 分别功德品 本来以为呢 大概呢 应该讲不到 没想到呢 感到OK 所以我大概重点讲一下 这一品要讲什么 从前面的如来受量品 知道佛 成佛以来很久了 将来呢 也还是常住不灭 不管是法生常住 或者是报生常住 如果根据前面的讲法 不是只有了解法生常住 法生常住是建宝塔品 现在如来受量品 主要是强调的是 报生常住 所以当你理解这个之后 就有功德 因为你了解一切都是违心 你相信佛也不是离开自心 因为我们的心 没有时间的限制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限制 所以跟心相应的法生报生 那也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你真的了解这一点 你依着这个教理去修行 菩萨也是依着这样子的信解 下去修行 就会有功德 只不过你所解的 你所行的浅身不同 所以你看这个六一四页这边写 此品具有受计 灵解 流通 一样有这三个 不过在受计跟流通当中 各有浅身不同 所以这样叫做分别功德 分别 因为有生浅不同 那功德就是刚刚莫学说的 你已经相信这样子的法生常住 报生常住 你依这样子的信解下去 修观行 深信解像 你有这样的深信解像 你看 课本的这个六百二十二页 你看这边 而是佛告弥勒菩萨菩萨阿异多 其有众生闻佛寿命 长远如是 乃至能生 一念信解 翻到六二四页 所得功德 无有限量 只不过你的信解 有深有浅 依着这样的信解的修行 功夫有深有浅 所以这一品 就是要讲这种分别功德 然后呢 不管你深浅 你的功德深浅 都可以得到佛的受计 这个就是他在六 回到六一四页 他就是讲这个 有受计 有灵解 有流通 受计跟流通当中 各有前身不同 叫做分别 然后 佛前面说的受量品之后 讲完第十六品 十六品之后 本机两种地子得种种意 不同的得利意 那本机两种地子 小字瓜胡里面 本地子就是呢 从地涌出的菩萨 那是本来 释迦牟尼佛本来 所教会的这些菩萨众 所以这样叫做本地子 机地子就是这一会 零三这一会 所以你真的对受量品 的这个如来的受量 有相当的信解的时候 本机两种地子 都能够得种种意 乃至现在是性灭后五品 这个我们下礼拜 再去做注解 总之就是 不是只有这两种地子 包括佛灭度后是 五品观行位 观行级的五品位 也都可以得利益 得受计 所以这样叫做分别功德品 所以如果你真的回去 先把这个分别功德品 这样子先给他捏一捏 你就发现 原来我也可以有这么大的功德 你就会很高兴 很欢喜 原来送法经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送法经 原来后面佛都用这种 你就算只有接触到一点点法经 都有多大多大的功德 看到这样的经文就很高兴 就愿意一直送下去 好 今天就先解释到这里 我们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